在广东开平刺坎镇境内 捉落着一处独一无二的西式古村落 村中的房屋全部是模仿欧洲维多尼亚时期的建筑风格打造 始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 然而在1951年 所有人都移民到了国外 有的人甚至再也没有回来过 村子也从那时候开始荒废至今 到现在已经整整70年了 有些村民的院子已经变成了森林 杂草长得比人还高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这片独特的加拿大村 加拿大村原名叫虾村新村 这里的村民都是从虾村搬迁过来的 全村不到石库人 是一个光信家族聚居存落 之所以叫加拿大村 是因为这里的村民早年去加拿大打拼 挣到钱后回来建的房子 再后来又全部移民到了加拿大 在1890年的时候 光果暖是全村第一个出国的乡名 他从开平到了香港 再乘坐渡轮到了加拿大温哥华 在那里经营药材的生意 光果暖发家后 带动了整个夏村居民都去了加拿大淘金 到了1930年 光果暖以锦还乡 作为乡里的桥林 他带着当初出去的十几个人 一起回老家建房 他们在1933年到1935年期间 先后在夏村建起了十栋洋房 一座吊楼 还有一座会所 其名为药华坊 寓意着光药门楼 荣归中华的意思 然而花费毕生积蓄修建的房屋 他们却住的并不是那么的顺心 民国时期 开平一带的毁饭异常参绝 村民们经常找到土匪的洗劫 他们修建的第一座洋房 就是这座四号楼 四号楼分别由光华的 光果安、光定郡 和光果涛四位富豪打造 也是村中唯一的吊楼 以前土匪进村时 村民们就会躲进楼里进行防御 吊楼总高有五层 每一层都有十个窗户 这些窗户比一般的窗户要小很多 窗叶是由铁皮制成的 在过去土墙的威力 是不能打穿这些铁皮的 所以躲在里面非常的安全 顶楼有四个突出的角楼 也叫燕子窝 四周的墙壁全部由干净水泥打造 只留下了两个很小的射击孔 在上面可以无死假的服侍 整个村庄的情况 发现有土匪入侵时 可以进行有力的还击 大楼的底下一层为公共区域 设有水井 二到四层分别属于四户人家 每层都有两房一厅的设计 万一被土匪围困在里面 生活也是不成问题的 如今这座吊楼已经属于公共资源 以后还有可能作为旅游景点 对外开放 在吊楼的旁边就是光果暖的别墅了 可以说他就是夏村领袖级的人物 当初就是他带动了整个村子的人 共同致富 他的别墅带有浓厚的民国时期建筑风格 庭院非常宽广 听附近的村民说 当时房屋所用的干净水泥 还有玻璃等材料 全部是从加拿大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才运到国内的 别墅的外观保留了中国风的同时 也融入了很多西方元素 是民国时期最流行的建筑风格 可以看出当时他们对乡土 还是有着很深的感情 在光果暖的带领下 村民把房屋规划得特别整齐 每栋楼之间的距离都控制在两米左右 看上去横平竖直 并且在设计风格和用料上也非常统一 庄头全部是使用当地最好的楼杆青庄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 光是一族在当时确实非常团结 他们会在每栋房屋的门楼上 写上自己的名字 如果以后有子孙后代回国认主 只要一眼便能够知道 哪栋房子是他们祖先的房子 其中前排的几栋别墅是村中领袖居住的 设计也更漂亮一些 有很多的雕花、罗马柱等装饰 光是一族从1935年回到家乡居住 很多人在海外都是省吃俭用 辛苦积累下的财富 依静还乡后建起的大屋 从房屋的建筑质量就可以看出 他们也想传承百年 然而后来事与愿违 全村人前后居住了不到16年 到了1951年 村民们在光滚暖的带领下 又全部去了加拿大 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他们华侨的身份 光是一族害怕被当成地主遭到牵连 所以又选择了离开 加拿大村也一直荒废至今 现在加拿大村在导航上还找不到 如果要去的朋友可以导航开平市 夏村即可到达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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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